曼陀的研發團隊重新設計了 鋁王波質體的形狀 與矽膠的填充比例 使它可以 大家好,我是洪志正醫師 今天藉著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新的熔滷材質 我們叫做鋁王波 鋁王波,原廠英文名字叫做 Memory Geo Extra 是由美國招生醫療集團旗下的 乳房植入物品牌 曼陀 Menter 所推出 在2017年通過美國FDA認證後上市 然後由南韓在2018年年底 首先引進亞洲 台灣則是在2022年4月 舉辦上市前研討會 曼陀的研發團隊重新設計了 鋁王波質體的形狀 與矽膠的填充比例 使它可以兼顧柔軟與飽滿 所以雖然鋁王波使用的是 原來專利的記憶果凍矽膠 英文商標名字叫做 Memory Geo 但是因為高度填充的關係 比較可以對抗壓力 也比較可以保持形狀 並減少熔乳後水波紋的發生 近期女王波上市之後 網路上也逐漸有不少搜尋和討論度 之後應該也會是熔乳材質的熱門選擇之一 亞洲女性的身形通常比較嬌小 肩膀上圍就會比較窄 而歐美女性的身材通常比較高大 相對的肩膀上圍就會比較寬 再來就是 亞洲女性的胸部皮膚比較緊 乳腺比較致密 而且脂肪比較少 歐美女性皮膚比較鬆 乳腺比較軟 脂肪比較多 因此乳房相對比較柔軟豐滿 所以亞洲人的胸部比較不適合植入太大的肢體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胸廓 也就是乳房底部的寬度比較窄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皮膚及乳房的組織比較緊 而相反的 西方人雖然可以植入較大的肢體 但是因為皮膚和乳房組織比較鬆軟 所以時間久了之後就比較容易下垂 乳房的審美觀一直以來都還是以歐美的審美觀為主流 但是亞洲女性因為先天條件的關係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藉由龍乳手術 達到像歐美女性一樣瘦大而豐滿的胸部 但是亞洲女性特有的緊緻而堅挺的胸型 其實也是有另外一種大小比例失蹤 自然而迷人的美感 乳房因為外型設計的改良 使肢體的兩側邊緣更為圓弧柔軟 也因為填充更飽滿的情況下 可以降低龍乳後擔心的水波紋、皺褶等疑慮 而曼陀的專利矽膠 Memory Gel 比他牌的矽膠柔軟 所以可以減少囚感 女王波採用適合亞洲女性各種體型和喜好的精準填充技術 英文稱作Precision Feeling 利用AI智慧填充科技 根據每個尺寸計算出最合適的填充比率 大約是在95%到99%之間 這樣子可以減少尖端凹陷 提升質體的飽滿度 但又能維持原有的柔軟度 我們現場用果凍的Sample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這一款是傳統的填充度比較低的果凍西招 而這一款是女王波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果凍西招 它的填充度比較低 所以在中間的部分會有一點凹陷 這就是所謂的尖端的凹陷 而女王波則沒有這種現象 總體來說 女王波一方面保留經典的柔軟自然手感 另外一方面提升填充率 以達到肩挺飽滿的胸型 算是觸感與胸型兩者間距的新一代果凍西招 我們前面有說過亞洲的女性身材比較嬌小 胸廓比較窄、皮膚比較緊 原本的光滑面質體在使用時 如果用在胸廓偏小 好比說12公分的女性身上時 會建議選擇底座的直徑在12公分以下的質體 我們用圖來解釋會比較清楚 像這樣子 那如果挑底座的直徑超過12公分的質體時 像這樣子 就會超出原本的身形 或者空間根本不夠置入質體 即使勉強塞進去 胸部也有可能整個會被擠到外側 比例上就會顯得過大而不自然 而女王波因為提高了膠體的填充度 在整體設計上 直體的底座也就是寬度變得比較小 但是增加了凸度也就是飽滿度 這樣可以滿足胸廓小 但又想要有大胸部的需求 而且女王波的高充填度 也比較可以撐起亞洲女性緊緻的乳房 一般民眾在聽到光滑面質體時 通常都會擔心會有夾毛軟收的問題 其實不見得是如此 夾毛軟收形成的原因很複雜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確切的科學證據 可以證明光滑面肢體比較會夾毛軟縮 以現在的手術技術 在經驗豐富、技術純熟的醫師指導下 通知使用內飾鏡濃乳技術 及凱樂濃乳漏斗袋 Kelofano來進行濃乳手術時 就能做到出血量低 而且與肢體零接觸的境界 如此一來就可以大大降低夾毛軟縮的風險 再來就是患者術後的自我照顧 平滑面質體不見得是術後腰一直按摩 其實我們都建議客人只要輕輕的保養性的按摩就可以了 過度的按摩反而會增加夾毛軟縮的風險 所以只要好好遵照醫師術後的指示照顧 就能大幅降低夾毛軟縮的發生 農乳前建議大家要先對質體的材質有基本的認知 了解每種質體的特色 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農乳材質 而不是認為說質體越新就越好 越貴就越安全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乳房質體 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建議還是要與醫師充分的溝通 詳細討論本身的需求和預算 再根據個人的條件去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農乳材質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